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俊宏台长 新年红法慈悲情 万籁俱进传法因 一朝闻得佛性在 千年佛法放异彩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祝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法师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首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红法精进 春节愉快 感恩我们悉尼市政厅给我们的支持 Thank you for City of Sydney Council support 谢谢 美丽的悉尼迎来了新的一年 学习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 化解心中的烦恼障碍 持旧迎新 迎接新年的吉祥圆满 人间的慈悲和平 人的一生就是在无名当中度过 我们不懂人生无常 很多人每天呢 执着在人间的名利和物欲当中 让自己呢 在玉海当中痛苦不堪 2017年的11月 悉尼的一名女子 就是因为想不通 驾驶的一辆丰田车 发疯般的 冲劲 撞塌了一个小学校的教室的墙体 直直地朝着无辜的学生们撞去 造成了二十多名儿童的受伤 其中两名八岁的男孩子 送到医院伤势过重 宣告死亡 在摩尔本 一对情侣 在落日大道树下停留 遭遇了雷劈 双双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死亡 在12月14号 西安的一位未婚妈妈 就是因为想不通 家里的烦恼 想刚刚出生的孩子 从13楼扔下去 摔死自己一走了之 现代人的贪欲 恨欲 无法宣泄 使人的思维失去控制 心灵极度的扭曲 才会做出这些极端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以佛菩萨的智慧 和禅的境界 懂得人的自私 那是一种罪恶 多少家庭的破裂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自私 夫妻都只想着自己 没有想到给对方造成的伤害 所以造成伤害对方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私 我们人只有为众生活着 只有注重人生的道德 你才会得到解脱呀 在现在物欲充实的现实当中 你不被物欲所困扰 寻求高尚的心灵和健康的心态 消除憎恨 解决人生的烦恼 实现家庭的和睦 提升幸福的指数 用五戒十善 净化自己 才能根植当代 利益后世啊 现代人的只为自己的自私 已经影响到了孩子 什么样的夫妻 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 夫妻两个人关系好坏 完全影响着孩子的健康的成长 和他们的性格 如果一对夫妻爸爸妈妈恩爱 孩子的性格健康开朗 如果爸爸妈妈的感情淡薄 孩子就非常的任性和自私 如果这个爸爸强势 妈妈强势 爸爸懦弱 这个孩子 这个男孩子一般是胆子比较小 而且有点自卑 如果爸妈过早的离异 离婚了 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 没有安全感 如果爸爸妈妈每天活在相互指责当中 孩子就会非常的敏感 爱找借口 而且非常的执着 不听话 所以爸爸妈妈 所以爸爸妈妈如果爱打架 孩子就喜欢暴力脾气大暴躁 家和万事兴 黄土变成金 家事无对错 只有众因果呀 我们学佛人 我们学佛人 知音同国 记住了 家里是讲情的地方 不是自私讲理的地方 善待因缘 讲理的地方 那是法院 在古代 有两个朋友 在沙漠当中旅行 在旅行当中 他们吵架了 一个给另一个人 一记耳光 被打耳光的这位人 觉得受到了侮辱 一言不发 找了一个沙子 在上面写下 今天 我的好朋友 打了我一记耳光 他们继续往前走 走到了黄河边 他们决定停下来 但是被打巴掌的那位 脚一滑 差点就到河里被淹死 幸好被他的朋友 救上来了 被救之后 他拿了一把小剑 就是宝剑 在石头上刻了 今天 我的好朋友 救了我一命 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 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 你要写在沙子上 而现在 我救了你 你却要把它刻在 石头上 被救的笑笑回答说 当被一个朋友 伤害的时候 要写在最容易忘记的地方 风会抹去他的伤害 相反的 如果被帮助 我们要把它刻在 心灵的深处 让任何风都不能抹去他 朋友之间的相处 伤害往往是无心的 但是帮助却是真心的 就像我们家庭一样 偶然的说了一句 不当心伤害对方的话 那是无意的 而真正的是他 一直为了这个家在超时 在帮助我们 所以学博个人 应该忘记那些 无心对你的伤害 铭记那些 别人对你真心的帮助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 你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最算就算最要好的朋友 都会有摩擦的 也会因为这些摩擦 产生误会 以至于成为一个陌路人 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们仰望的星空 总会想到过去 那些美好的回忆 友情的深浅 那是铭记在心中的感情 能够原谅别人的缺点 那就是你因为拥有了 无私的慈悲心啊 所以做人要学会包容 宽容别人 才能圆容自己 意识中 只留下别人的优点 无疑就在你的心中 放上了对别人的恐惧 和对自己的伤害 把别人的优点放在心中 那会让你的心 产生无限的光明啊 所以我们拥有共同的佛缘 我们心和心就会相应 无需任何语言 因为慈悲就像一种光明一样 把我们的心融为一体 台长告诉大家 切不可苛求佛有给你同样的回报 帮助别人 不求回报 那你才是个圣人 宽容别人 对自己也是一种境界的提高啊 人生就像做梦一样 岁月如梭 有一个打油师说道 十七十八岁 十七十八嘻嘻哈哈 玩得劈头散发 二十七二十八 青年已过 才想起立志奋发 三十七三十八 结婚成家 见钱就挖 四十七四十八 生活混杂 被老婆赶走离家 还觉得一个人意气奋发 五十七五十八 退休回家 血无人差 六十七六十八 记忆衰退 痴呆病发 七十七七十八 浑身是病 人间蒸发 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来到人间 我们没带来一切 所以我们也不会带走一切 放下执着 修行人生 会让你感受到无比的幸福 不贪不求 那是真轻松 不烦不恨 是心放松 念经旧人 是一颗不劳松啊 著名演员 阿洛 美国的阿洛 好莱坞的明星 叫斯瓦辛格 最近 他自己在他的博客上 张贴了一张 他在他的铜像 铜像的下面 街道上睡觉的照片 并悲伤地写下了 时代如此变化 How times have changed 他写这句话的原因 不仅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而且是因为当他当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的时候 他曾出席了这家以他的雕像为名的酒店的开业典礼 酒店的老板经理曾经告诉斯瓦辛格 您是我们的最大的贵宾 任何时候只要您到我们这里酒店 我们都会免费会为您预留一间房间 当斯瓦辛格从州长位置下台之后 再到这个酒店去的时候 酒店经理拒绝给他提供房间 并且说你要住需要付钱 因为他们酒店的房间现在供不应求 所以斯瓦辛格带着一个睡袋 就站在雕像的下方 解释他想传达的信息 睡在了他的雕像下 请大家看看那张照片 他带着一个睡袋 站在雕像下方 他说 当我处于重要位置的时候 人们总是称赞我 当我失去了这个重要位置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忘了 他们再也不遵守洛言 不要相信你所拥有的地位和金钱 也不要相信你现在所拥有的力量 也不要相信你的聪明 因为这些都不会长久的 他试图告诉大家 当人们认为你重要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你的朋友 但是一旦你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 你就变得像废物一样被人抛弃 所以他继续说 你不会一直以为你是过去的那个人 什么都是没有永远的 无偿 非常可怕 这一句是台长加上去的 学博人不贪过去 慈悲才能永恒 只有自我修行的人 才是永远属于你自己拥有的本性和良心 有一位游客问了肯辞大师 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肯辞大师说 实际上生活是极不愉快的玩笑 不过要使它美好也并不难 对于一个世俗的人来说 就算中了头彩赢了五百万 当个公司的老板 组成一个家庭 对他们来讲 他们还是不满足 因为这些不笨都会离去和无偿 时间一长就会消失 我们只有不断的珍惜不笨 才能真正的拥有幸福 这时游客不解的问肯山大师说 师父不断的珍惜缘分吗 对 不断的珍惜你现在拥有的 你才能不断的感到幸福 那就需要善于满足现状 遇到烦恼要经常想到 啊 事情原本可能比现在更糟糕 要是火柴在你的衣服当中点凿起来了 那你也不要难过 你要觉得庆幸 感谢菩萨 多亏烧的是衣服 而不是我的房子 如果你有穷亲戚 上别墅来找你 请你不要脸色难看 而且要喜洋洋的接待他 因为你心里要感谢 幸亏来的不是讨债的 要是你的手指头被扎了一根刺 那你也要庆幸菩萨保佑 多亏了这根刺没有扎在了你的眼睛里 你该感谢这辈子 你不是拉长途板车的马 不是受苦受难的牛 不是变了一个猪和驴 我没有这辈子投狗 我不是残被 你要学会高兴 因为眼下你没有坐在被告席上 也没有警察在你的面前 更没有被投进监狱 如果你不是住在十分遥远的郊外 那你一想到命运 总算没有把我送到这些荒凉的地方 难道你不会感觉有一些幸福吗 如果你有一颗牙齿痛起来 那你就应该想到 我还是幸运的 如果我满口牙都痛起来 那就要我的命了 要是你还能行走 看书 听经 那你就要感恩 想想 我们多少聋哑人和盲人 他们不能走路的残疾病人 每天我们感恩还来不及呢 哪来的烦恼和痛苦啊 烦恼起源于贪心 痛苦来源于不知足啊 凡事都要用好的地方去想 尽快地接受你无力改变的事实 你的生活就会欢快于乐 希望我们每一位佛友 每一个众生活一天 同样非常的烦恼和悲苦 还不如每一天高高兴兴地 去消除烦恼 迎接明天的未来美好啊 台长在听众打进电话 看图腾的时候 台长看出他肠胃不好 耳朵不好 而且我还看出他 当时头发扎得很怪 是拱起来的 台长继续看出他的牙齿 有个牙齿是歪的 出来的 他说确实有一颗虎牙是歪的 台长看出他的眉毛很浓 他说是化的 台长还看出他的记性很差 胃口时好时坏 做事前怕狼后怕虎 他说台长你怎么都说对了 我给大家听一听两星期我在节目当中的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 请看一个熟狗的1983年 女的我自己师父 没灵性啊 你现在蛮好啊 你熟了肠胃不好 对师父 我的肠胃就很多年了 你要当心啊 你以后的耳朵会越来越不灵的 你说耳朵啊 人家跟你讲话你听不清楚啊 那个师父因为我十几年前是有受伤过耳朵 那个右边不好 对 太厉害了师父 我好高兴啊 可以打通你的电话了 还有啊 你做那个 你这个头型扎得怪怪的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很难 因为 啊 拱起来一个难看嘛 而且歪的 对师父 你看到了 当然看到了 不看到我讲啊 对 对 就进去 拱起来 还有啊 你的牙齿啊 牙齿有点歪啊 有一两个牙齿是歪的 我一个是 我有一个好牙齿 看见了不啦 歪的 但是不是很长 对 对 你这个人眼睛蛮大的 眉毛还蛮浓的 啊 化的 脑子不灵的 记忆力非常差 吃饭有时候胃口好 有时候胃口非常不好 是的师父 您 您说的全部都对了 师父 太感恩您了 师父 好好念经啦 做事情 前怕狼 后怕虎的 对对 好好做人 好好念经 哦 好吧 好 师父 太感恩您了 感恩师父 感恩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台长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要模仿一点现代新型的语言 下一个环节都是你们今天非常喜欢听的 那就是2018年我们应该当心一些什么 那么马上要过中国新年了 中国年呢 一般的是以年初一开始算起 所以这两天要吵架的赶快吵掉 不要留到新年 年初一之后一定要开心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精神振奋 你一年都会很顺利 那么2018年呢 首先告诉大家要特别当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 因为2018年它是熟火 很容易突然之间人跟人之间破裂 而且很多事情不要意气用事 不要意气用事 每一天解节奏 化解冤结的解节奏至少念十三遍以上 否则人与人会突然之间不合 吵架 因为2018年的天象就是熟火 化解的方法就是要在客厅当中放一朵花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换一次 化解冲杀 现在你们知道台长每一次开法会 为什么要放花了吗 另外世界各地山林大火特别多 你看看我们悉尼 你看看我们悉尼 我刚刚在一过年 2018年我已经把这个写好了 你看悉尼的大火山火已经开始烧了 这已经开始烧了 还有地震不断 火山爆发 山泥倾泻越来越多 尤其是住在靠山区的人要特别当心 因为今年收人的很多方法 是会被火山火埋的 最近已经有火山爆发 埋掉了四十几个人 特别要当心是火灾 因为大地震是属于火 所以今年的地震不断 尤其是印尼 台湾 还有日本 新西兰等等 天灾人祸非常多 所以最好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要少去 最好不要去凑热闹 台长刚刚讲了 整个年份都是属火的 所以人的火气上升 动不动就会不开心 火独攻心啊 所以跟别人讲话 最好先笑 那就是给他降一点火 所以每个人把家人 因为火大 都会往坏的地方去怀疑 去想 自己会越想心越痛 所以在2018年 如果对方怀疑你 你最好笑笑 跟他解释 没有啦 我不会啦 就是这样 如果只要一旦发现 自己吃点辣的东西 脸上要长东西了 说明你已经上火了 很容易发脾气 就要特别当心 这就是接近发火的边缘 每天念心经十七遍 大悲咒至少三遍以上 浴室一定要安静 不要发怒 最重要的 一想发脾气的时候 记住了 两个腿不能站在原地不动 一定要移动你的脚步 不能站在原地 或者外出走走 马上要发脾气 刚要发脾气 脚一定要动 大家听得懂吧 很重要的 你们想一想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夫妻吵架了 如果脸红的呢 觉得没面子 站在原地 越站火越大 对不对啊 脚一动 呵 我才不理你 走了 明白了吗 不要去理他 另外恐怖袭击不断 所以还是不要往人多的地方跑 因为聚火旺亦受伤啊 火越旺的地方越受伤 尤其看看那些舞厅啊 蹦啊功啊 你看看像着火一样 人在里面就像发疯一样 一点不冷静 另外千万不要跟陌生人争执 在新年当中 心中这里挂一块菩萨的挂坠 这是最好的 不带菩萨的挂坠的话 有些人还没有相信 哪怕女士带个凶针也好 可以避灾挡灾的 把护生福放在皮夹子里最好 讲一讲 2018年的股市 你们有很多人买股票 下半年开始不好 所以新年一开 股市还是很稳的 下半年开始动荡不安 如果你买股票 一发现不对 马上就要走 不要停在上面 房地产的买卖 你们以后要筛头的日子 一定要选商日 股市也是商日比较好 所以你们去看 他们买卖房子的人 都是星期六去看房 对不对啊 很多人在星期天就可以成交了 要双日 交通意外会越来越多 出门锁门之后 教你们一个方法 在心中要 心中想着观世音菩萨 然后冲着菩萨 一点头 实际上 点头的时候 因为你手拿的钥匙在关门 点头就是磕头 向观世音菩萨求两安 一是家宅安 二是出路安 接下来跟大家谈谈 2018年的身体 因为火缺水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起来 每天早上起来 保护好你的心脏 血液的凝度不能太厚 所以要喝温开水 暖胃 所以人最要注意的 今年是你的骨骼 和你的脊柱 腰痛 你自己的手脚 如果发现骨头响了 就要赶紧吃些钙片 如果太严重的 要吃关节磷 走路千万不能大意 一摔倒 可能就躺下来很多天 而且内脏要当心 主要是肺部 因为今年肺炎 肺气肿 和上呼吸道感染 特别的严重 你们想一想 就是今年一开年 已经传媒啊 各方面已经登载了 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 和抑郑病毒开始了 你们看有多少人伤风感冒 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好啊 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异症了 所以出门 特别注意跟别人的接触 别人伤风 他只要不打喷嚏 你还可以跟他在一起 如果他一打喷嚏 你不要客气 马上捂入你的鼻子 否则很容易被传染 所以人跟人传染病的接触非常厉害 就是最近一个星期前 我刚讲了个新闻 在一个在澳大利亚 悉尼有一个华人的女孩 到澳大利亚的夜店 到CBD的酒吧去玩 碰到了一个澳洲本地的男子 长得也蛮好的 谈得很开心 他们两个人跳跳舞 玩闹之间 这个男青年就吻了这个女孩子 并留下了对方的电话 临走的时候 这个男孩子还跟女孩子说 能不能跟我回家 小女孩婉言谢绝了她 几天过去 这个小女孩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嘴巴里长出了 大量奇怪的笼包 马上找家庭医生去看 这个医生问她 你近期是否吃过了奇怪的东西 或者跟什么人接触过 小女孩说 没有啊 酒吧的酒水也没有问题 唯一的接触 就这个澳洲的男子 没想到医生对她说 你赶快去报警吧 因为你的嘴巴里感染的病毒 来自于尸体身上的 小女孩回到家里 越想越不对 那个年轻男人 虽然想起来长得帅气 但是皮肤发青 眼睛红肿 所以他越想越害怕 马上去报了案 结果警方两天后 搜查了男子的家 发现他的家 发现他的家中 2018年 2018年最主要的是 内心的运作 大于物质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用心做事的人 他就能成功 所以平良心做事的人 今年会比较顺利 如果你贪心 想多赚 多抠别人的 你会被别人 揭发检举 可能会吃更大的亏 所以今年 今年遇事 一定要内心运作 用心来解决你 自己所有的事情 2018年的运程 是用心可以 止恶 止胸 止烦恼 2018年 对东北方比较好 对东南方不好 东南方会有大火 天灾人祸 在2018年 都是单越差 霜越好 所以你们要结婚 要搬家 都要选双越 台长去年 在澳洲 跟你们也讲过 要注意2017年 我曾经 你们记住 我还跟你们讲过 文化界会爆出 丑闻的明星出事 现在大家都知道 谁出事了吧 去年台长讲过 东南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会大地震 看看多少次 台长讲过 台长讲过 2017年 人的心脏会出问题 结果我查了一下 就在去年全球因为心脏病死亡人数 是110万人 所以我们做人在生活里经常有个错觉 觉得自己很不幸福 跟人家讲话 总是说我很不开心 我很不幸福 觉得烦恼是永远属于自己 幸福总是别人的 所以我们每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 每天寻找的 其实就在你身边的那些幸福 曾经有这么一项有趣的调查 世界上什么人最幸福 在上万个答案当中 其中有四个令人印象最深 吹着口哨欣赏自己刚完成作品的艺术家 给婴儿洗澡的母亲 正在沙滩上堆成宝的孩子们 劳累了几个小时 终于救活了一个病人的大夫 为什么 道理就在于 为别人你会感受到幸福 自己纯洁的心 你就会感受到幸福 只有用心对别人好 无私善良 才会让你感到终生的幸福啊 有一个诗人 他才华很易 家境富裕 妻子很美丽温柔 儿子聪明伶俐 但他就是怎么都感觉 自己不幸福 不快乐 他求菩萨 菩萨我很烦恼啊 我不幸福啊 你能给我幸福吗 菩萨一看他 即将有节 为了让他开悟 先让他失去了钱财 又让他的妻女离开了他 又让他失去了才华 这位诗人痛不欲生 过了一个月 过了一个月 菩萨把这些又重新还给了他 诗人抱着妻儿 长久地跪在菩萨的脚下 深深地致谢 感谢菩萨赐给他的幸福 还有一位穷人家 他整天房子已经够大了 他嫌很小 异常地拥挤 他请求菩萨 给他摆脱这种困境 让我的房子大了还要大 护法说 你把你们家养的鸡和鸭 也关进房子里吧 和你们一起住 一周之后 你来找我 结果家里鸡飞鸭跳 一周之后 这个穷人备受折磨 苦不堪言 再次请求菩萨帮他 护法神说 帮你可以 把你家养的牛和羊 也关到你的屋子里 和你们一起住 一周之后 房子变得又小又臭 苦不堪言 过了一周 这个穷人又再去 恳求菩萨帮他护法神 把所有的动物 全部帮他赶走 一周之后 穷人跪在菩萨向前 深深地感恩 感恩菩萨 让他尝到了 久违的快乐 其实菩萨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任何东西 只是给了我们一份 失而复得的感受而已 使我们从中体会到拥有的知足 大家想一想 很多夫妻吵架 一旦自己的妻子离开了你 你就会觉得真的家里什么都不能正常运作了 一旦先生离开了 你也会觉得家里缺少了什么 众生不失庐山 真面目 只愿只愿 生在此山中 菩萨做的就我们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帮助我们跳出欲望 来看到自己的现状 很多时候当我们找不到幸福而未知苦恼的时候 其实幸福没有远离我们 而是我们的贪心 让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 不珍惜 当我们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 我们觉得房子太大了 几年后我们看到了别人的house 我们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小 因为你没有珍惜自己拥有的 才会让自己失去希望 所以知足珍惜 那是你幸福的基础啊 台长在节目当中 有一位佛友的母亲 2002年就得过癌症 2017年呢 癌症复发 全身长满了癌症 癌细胞 医生说已经不能手术 不能化疗 只能放疗 听众为母亲许愿 一千张小房子 放生一万条鱼 将自己吃素度人的功德的 三分之一给了母亲 不久母亲自己开始念经 一个多月之后 背后的大肿瘤没有了 全身的癌细胞 全部 不盖化了 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好 意思给您请安 我是洛杉矶同修 跟师父分享 最近一个经历 真的是心灵法门 才能创造的奇迹 2002年 弟子的妈妈已经有时候 就对癌症了 在肾里头 有一个 皮蛋比皮蛋小一点的肿瘤 已经切除了 但是今年2017 已经发现全身都已经 零零散散的 长满了 癌症 已经不能手术 不能化疗了 由于年龄过大 不能化疗了 这个时候 只能进行放疗 就是拿那个灯 在那个肿瘤上烤 后背有个很大的肿瘤 非常大 我们的学院 放生一万条 一千张小房子 把我所读的100个人的 功德的三分之一 把我吃素的功德 而且许愿 一定要带妈妈 胡话读人在美国 弟子一定现身说法 所以我把以上的功德的 三分之一 全部给妈妈 让妈妈开智慧 幸福念经 忏悔自己 到现在 12月13号 共计烧送了 208张小房子 放生完 一千两百条鱼 一百只甲鱼 11月7号之后 两至三周 妈妈开始念经 中旬12月初 一直坚持吃素 忽然开覆 而且就是背后的包 逐渐的在每天 念功课的情况下 逐渐的慢慢的 变小 12月12号 妈妈已经出院 已经说包 已经没有了 身上所有的爱喜泡 该话 总共历时 一个月 零12天左右 我气不成声 感恩 难我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旺大离开了 关系 复杂 摸河撒 救度 这就叫 心诚则灵啊 你刚刚看 这种事情 可能不啦 医生放弃 治疗啦 感恩 感恩师父 心度诸生 感恩 感恩师父 谢谢 我们人 发脾气的人 他就是没有办法 讲得好听一点 是没有办法 才发脾气的 实际上发脾气 就代表你的无能啊 不生气 说明你有大量 大度量 而且有方向 所以君子为目标 小人为目的 珍惜缘分 再造善缘 脾气 嘴巴不好 心底再好 也不能算是一个好人呢 所以得理要饶人 理直要契合 在家庭相处当中 每个人都会犯错 多一次原谅别人 你们知道吗 当你心中多一次 原谅别人的时候 你就在心中 多一次的再 修福和造福啊 所以看别人 有福气的时候 就是因为别人 气量大 所以叫量大福大 把量放大 你的福气就大 学会欣赏别人 就是庄严自己 很认真的听别人的讲 别人就会非常尊重你 原谅别人 就是善待自己 人为善 福虽未至 祸以远离 就是说 一个人只要做善 虽然你还没有福气 但是你已经 祸离开了你了 人为恶 祸虽未至 福已远离 一个人 如果作恶 虽然你还没有祸在你身上 但是你的福气 已经离开了你了 所以 手心向下 那是帮助别人 手心向上 那是求助于人 助人为热 求人 会让自己 变得很痛苦 帮助别人 会让自己 变得很幸福的 学佛 要学会法不失 就是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能够度到别人 说明你这个人 有人缘 你们记住了 凡是有人缘的人 他就有智慧 想保持跟朋友之间的友情 跟别人相处的好 靠美德呀 两者都很重要 一个人有道德 有智慧 你就会什么都顺利 只要你去求了 你就会求人家 就会有苦 所以台长有句 坐右鸣 就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得 无欲自然 心如水 没有欲望 没有人拿你有什么办法的 小时候 我的外婆 跟我讲过一个贪心的故事 说有个人特别贪 买什么东西 总要跟别人讨价还价 一定要讨到别人烦了 送给他 有一次他去买鞋 店主知道他就有这个毛病 店主看他左挑右挑 还没开始跟他讲的时候 店主就跟他说 你挑双鞋 我一文不要你 鞋就三天 有但有个条件 三天之后我会 一文不要你 但是三天当中 你不能说一句话 这个人心想 太好了 我三天不讲话 我白拿一双鞋 好 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穿着就走 回到家里 妻子看见他了 哎呀 怎么穿新鞋了 这个鞋多少钱呢 你什么地方买的 然后隔壁邻居 都来看他这双鞋 一看 他妻子说 哎我先生怎么不讲话了 你还好吗 结果 不说话 请了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 给他看了病 之后 说没有办法 医生说 是怪病 没有办法医治的 突然之间不讲话了 三天一到 卖鞋的来到了他的家里 先与他的妻子交谈 不跟他讲话 然后谈完之后 进到屋里 对贪心的人说 三天一到 你可以说话了 说完就走了 贪心的人 对妻子说 太好了 你看 我三天不说话 换回一双鞋 妻子一听 瞪着眼睛说 啊 刚才卖鞋的跟我说 他会致哑巴 要一百块钱 我给了他了 妻子说 妻子说 这双鞋只有三十块钱 你让我付出一百块钱 你这个大笨蛋 他又不讲话了 所以我们学博做人 不能贪心 贪心会让你失去很多 耐心与恒心 是拥有智慧的基础 谁失去耐心 就会失去恒心 你就会没有智慧 记住了 台长告诉你们 愤怒当中 你会看出 一个人 有没有智慧 贫困当中 你会看出 谁是你真正的朋友 学博当中 骄傲自满 是智慧的尽头 所以一个人骄傲 就没有智慧 有一次打仗 最后就剩下一个人 他往山上逃跑 后面有罪兵 他看见一个小山洞 躲进去了 看见一个蜘蛛 很大的蜘蛛爬过来 他有恻隐之心 想想 自己已经落到这幅境地 就不要把蜘蛛打死吧 没想到 蜘蛛爬到了洞的门口 一会儿张开一个大的蜘蛛网 当追兵 追到洞门口的时候 带头的官兵就说 啊 里面一定没人的 蜘蛛网都这么大 走吧 想一想 一个人的 一个念头的善良 救了他的一条命 所以菩萨经常跟我们讲 要常思善 莫思恶呀 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发生 那是偶然的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呀 这是宇宙的根本定律 人类因为语言 思维和行为的因 一定会产生果报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和谁在一起 你就会种下和谁的因啊 会改变你成长的轨迹 决定你人生成败的因果呀 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生 普通人的圈子 谈论的是闲事 赚的是工资 想的是昨天 生意人的圈子 谈的是项目 赚的是利论 想的是下一年 事业人的圈子 谈论的是机会 赚的是财富 想到的是偷积和保障 智慧人的圈子 谈论的是给予 交流的是奉献 想到的是一切会自然富足 菩萨的佛子 谈的是慈悲 交流的是佛性 想到的是帮助别人 救度众生 你和勤奋的人 常在一起 你不会懒惰 你和积极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消沉 你和大德同贤 你会品德高尚 与佛有畏武 你能解脱烦恼 积极向上 积极的人 像太阳 照到哪里 哪里亮 消极的人 像月亮 初一十五 不一样 人生的心态 决定的一切 人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人的性格 决定你的命运 有什么样的性格 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一个人 如果骑自行车 两脚死尽的踩 一小时只能走十公里 一个人如果开汽车 轻轻的一踩油门 一小时能跑一百公里 人坐在高铁上 闭上眼睛 一小时也能走三百公里 人坐在飞机上 吃着美味 一小时就能跑一千公里 所以用妙法学博 许愿能消大业 念经能使你顺利 解除烦恼放生 能使你长寿健康 不学博的人 无常痛苦不断 而学博的人 同样的努力 不一样的平台和载体 你最后的人生结果 那是不一样的 时间过得很快 台长非常高兴 和大家在一起 台长每次 还有很多要讲 但是没时间了 每次在节目之前 结束之前 我总要给大家讲两个笑话 因为待会还要给大家看图腾 两个笑话 我先讲一个 看看你们笑的程度 如果笑得好开心呢 我就讲第二个 家里吵架很正常 每次老婆和这个老公吵架 老婆气了 老婆非常生气 老公的嘴巴很饿 一骂老婆 老婆生气了 就跑到厕所里去 待半天 每次吵架 老婆总是到厕所里去 待了次数多了 不争吵的时候呢 老公就老觉得这个问题 要问问老婆 老公就问老婆说 哎 每次吵架 你总跑到厕所去干嘛呢 好像还挺解气的 出来就开心了 老婆说 有什么 我刷马桶 老公说 哦 刷马桶也能解气啊 老婆说 不知道 反正用的 刷马桶的 都是你的牙刷 可以讲第二个 现代人 什么都想得出来 老公嘴饿 老婆就心狠 啊哈 所以男人牙刷 要跟我每天 洗一下才刷 啊 你跟老婆吵架的人 就跟我好好的 牙刷洗洗干净 有一个农民 赶着毛链进城 闯红灯 啪 被警察拦下来 罚十块 农民 罚完钱 呵斥那个驢子说 你这个臭驴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消防车呀 红灯你也敢闯啊 没走几步 驴又碰翻了一个水果摊 又赔了人家两百块 这个农民更生气 你以为你是神经病 刚出院啊 想心谁的摊 你就心翻谁的摊啊 农民牵着驴回家 路过一片青草地 驴子又啃了草地 又被拔了三十元 农民气急地骂道 你以为你是吃货下乡啊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啊 驴子掉头就跑 岸边晒着一张鱼网 驴子一上网就破了 鱼网破了 鱼翁跟他说 来赔五百元 农民赔完钱 热泪盈眶地说 跟驴子说 你以为这是苹果电讯啊 上网要花那么多钱啊 驴子转身踢了农民一脚 农民忍痛地骂道 你以为你是群主啊 想踢谁就踢谁啊 这个驴子气得不再理那个农民了 变得很沉默 边上不想 这个农民就说 你以为你在QQ群啊 可以整天不说话的 好 记住了 屋家里宽大 不如心宽 说一句好话 口吐莲花 说一句不好的话 口吐毒舌 存好心 做好事 做好人 你自然就会有好报 铃声 谢谢大家 台长呢 下去换件衣服 接下来呢 给大家看图灯 非常精彩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但是没看见过 你家里的亡人过世的在哪里 或者你身体啊 或者家里情况 台长当场给你们看 好 我们过五分钟再见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金鸿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